面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 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正浮出水面 破产的阴影正笼罩着美国 就在这接骨眼上 川普突然变得负面苦 居然开始对中国示好啊 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8月8号 川普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 对中国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友好 他承诺 如果当选将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还提到自己与中国高层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似乎是川普在试图改变 外界对他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 但在我们深究川普这一举动的原因之前 先来看看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单据美国劳工部8月初发布的数据 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1.4万人 远低于去年平均每月20万人的水平 同时失业率上升到了4.3% 并且已经连续4个月在上升 这符合所谓的萨姆法则 如果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 比过去一年中的最低点 到处0.5个百分点 就预示着美国经济可能要衰退 这个指标在过去一直都很准确 在美联储连续加息的压力下 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了衰退的迹象 但经济衰退并不是美国面临的唯一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川普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 向中国示好 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现在可不光是要担心经济衰退那么简单 更头疼的是那堆越积越多的债务 上的月底 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破天荒的 超过了35万亿大关 这赤字像是脱缰的野马 根本拉不住 到了2024年 情况可能会更糟 政府还债利息的钱 可能比军费还多 这么大的债务包袱 国际市场对美国还债的能力肯定要打个问号 美国自家媒体也说 债务问题都快成国家安城危机了 是美国的大敌之一 虽说美国短期内违约的可能性不大 但未来的政府打起12分精神 毕竟历史上要是真有个总统任内违约了 那可就是政治大灾难了 从这些事就能看出 美国外表看着挺壮实 其实里面毛病不少 川普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得步步为营 他嘴上说着 要对中国商品争60%以上的重税 真操作起来可不容易 美国经济那头衰退 债务这边又猛增 川普要是真当选了 稳经济才是头等大事 拿胆轻易去捅中美经贸质的马蜂窝 所以川普提的那个60%的关税 八成是战略手段 想压压中国 逼中国在别的地上步 然后好商量解税 不过川普可别小看了中国的硬气 不管美国怎么威胁 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退让的 美国要是硬来 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还有个事挺有意思 美国经济那头英明密布 债务涨得让美元兴益受损 这边中国和人民币 却越来越受国际资本的欢迎 外资一个劲往中国市场跑 人民币汇率八月初就开始涨了 川普这会对中国示好 没只是再给自己留后路 以后调整对华政策时 能有个转环的余地 第五条路 以后再给自己留下来